在中国的传奇故事里面 有一个武器可谓是传奇般的存在 它来无影去无踪 还和天下最神秘的一个组织有关 它取人向上人头犹如探囊取物一般 百米之类力不虚发 凡是见到这个暗器的人都已经死了 这个武器就是传说中的雪滴子 欢迎大家来到自由发生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007 本期节目给大家聊一聊雪滴子 这个武器之所以出名 是来自于香港的影视作品 香港早期的功夫片武打片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就是反清复明 清就是大清国 而这些影视作品之中 大清国的代表人物就是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最著名的一个暗器 就叫雪滴子 雪滴子这个武器 所以就是香港这些电影作品中制造出来的一个阴险毒辣的暗器 通过这个暗器也间接证明了雍正皇帝是一个暴君 是一个阴险 毒辣 专做坏事的大清国的皇帝的形象 首先我们来看雪滴子这个暗器 它是用笋子牵着的一个皮革或者金属制作的一个狼 一个套子里面藏着可以旋转的刀片 使用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皮狼或者金属制作的这个狼扔出去 套在目标的头上 套在头上之后内部的刀片一旋转 那么它的头就被割下来了 然后再把那个笋子一拉 这个首级还会被收回去领功勤赏 而操作这个雪滴子的人来自于大清的一个秘密组织 叫做粘杆处 这个粘杆处都是大类高手 大清国内部的大类高手 是雍正皇帝专门设置的一个大类高手组建而成的特务机构 这个机构的主要的任务就是专门去暗杀中原的武林高手 这样的故事和情节呢 现在看起来当然是荒诞不惊 完全经不起推敲 但是在当初香港人最早做出来的各种功夫片 武打片里面呢 却是最令人喜欢的一些情节和套路 而雍正皇帝呢自然就成为其中最大的反派 那么本期节目007就来给大家稍微说一说 其中的一些关键所在 香港呢是从70年代开始 开启了功夫片武打片的潮流 这些功夫片和武打片之中 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 那就是反清复明 而在近代呢对大清国宫廷内部 对大清国的皇帝在野史在小说在戏曲中 说的最多的一个人物就是雍正皇帝 自然而然早期的这些功夫片中的最大的反派角色 大清国的代表就成了雍正皇帝 OK因此呢这个雍正皇帝呢就成为了这些功夫片里面的一个主角 除了最著名的修改遗造 根据武打功夫之类的逻辑呢 自然就塑造出来了很多与之相关的东西啊 比如说什么少林十八同仁啊 雪笛子啊 沾干醋啊 吕士良啊 火烧少林寺 红莲寺 红西官啊 方思玉啊 天地会 红门啊 白莲教啊 这些因此而来的武侠世界里面的人物也好 情节也好 基本上都和这个雍正皇帝有关 那么007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一切是为什么 以前呢我给大家讲过福里经的故事啊 福里经的故事呢 主要是来自于太平广迹 是唐代流行的一种文化 这个福里经的福呢 实际上就是福人的福 是中原的人对福人对波斯人一种妖魔化的表现 尤其是中原的书生读书人对外族有与生俱来的族群排斥 这个不奇怪啊 因为这些外来的人要不直接做了他们的主人 成为新的统治者 要不然就是过来做生意发了大财的大财主 五花马千金球 福儿换来都可以换美酒 你想一想 比我们中原的读书人有钱有地位倒也罢了 关键是他们也学中文 也写诗 也写文章 而且他们随便写写 比我们中原这些读书人十年寒窗 水平还要高 比如说李白 所以说这些读书人只好编一些妖魔鬼怪的故事 去丑化这些福人 波斯人 这些外来的族群 而流落到南方 尤其是到了画外之地香港的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人 自然也有这样的优良传统 虽然他们自己一面忍受着中原帝国的世人们对他们的贬低嘲笑 说他们是蛮夷啊 是畜生啊 是没有开化的虫虫啊 野兽啊 妖怪 但面对洋人 他们这个时候有感觉自己是中华正宗 天朝上帮的人呢 就直接把中原人对他们的启示 全部发泄在了这些外国人身上 而且更加的变本加厉 从流传至今的很多词语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什么红帆鬼啊 鬼老啊 鬼魅啊 通过这些非人化 最贬低的词语 我们就知道 这种妖魔化的传统 有多么的历史悠久 有多么的优良了 OK 岭南和香港一带的人呢 对女真人 对大清国的统治者的妖魔化 还有另外的一层 那就是很多的读书人 斯大夫跑到这些边缘地带了 他们仇恨 如处发泄 于是呢 编各种聊灾 编各种这种聊灾的故事 鬼故事呢 就成为他们主要的工作 我们要知道 中国读书人 自古以来 有一句名言 叫做 学得文武裕 迈于帝王家 这个儒家所谓的文武裕啊 吹得很厉害啊 是上可安邦定国 下可青楼嫖记的 但既然已经混到了岭南 混到了帝国最边缘 再加上见识过了 洋人的学问 所谓的或比或得人 那么中原这些书生们 学回来的这些文武裕 就更加的变成了一种 无用的学问了 只好呢 在各种文艺界里面去发挥了 各种鬼故事 自怪小说 唱戏 聊斋 这些文艺领域呢 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实际上他们传出来的各种东西啊 几乎全部都是谣言 除了谣言之外 就是仇恨 比如说我们家喻富小 津津乐道的各种历史故事 全部都是真正的谣言 三国水府西游记 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历史 而中原所谓的读书人 所记载的历史 也就几千年来那几本书 考据考来考去的 也是那几本书 真正的历史 他们完全不懂 连食物的考证都很少 所以说在中国 有一个笑话 真正的历史学家 是盗墓的贼 中国读书人所写出来的历史 我们只能从 艺术文学的角度去看 区别的仅仅是 诗意的造谣 或者妖魔化的造谣 而从七十年代开始 大面积的流行 并且影响深远的 雍正的故事 雪堤子的故事 少林十八同仁的功夫文化 就表现得非常的充分 而真实的雍正皇帝呢 首先来说 他是一个非常勤勉的皇帝 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之中 都是非常罕见的 一个勤快的皇帝 然后这位雍正皇帝 作为一个异族的皇帝 开始汉化 并且由他开始了 大量的重用汉大臣 李渭啊 田文静啊 张廷玉啊 这些都是雍正一朝的名臣 当然雍正这个非常勤快的皇帝呢 也不喜欢他的手下 他的大臣们偷懒 所以说他设立什么军机处啊 密责处啊 是为了整治立志 随时督住 监督这些官员 让平时比较懒惰的官员呢 在雍正一朝 是比较难昏日子 而且雍正皇帝呢 也不喜欢官员的贪腐 他不单是抓一些贪污犯 他是从制度上进行了一些改革 什么火号银子啊 养联银啊 贪丁入谋啊 等等 实施了各种制度性的改革 对于中原的读书人来说 为什么仇恨雍正呢 我想可能跟雍正一朝 兴了不少文字语有关 尤其是传说中的扎氏庭案 传说这位江南大辱扎氏庭啊 不仅在雍正朝做了大学士 李布斯郎 而且成为江南的朱跑官 他在当年出的题目叫 为名所指 雍正皇帝看到这个题目之后 大发雷霆 为嘛就是雍正的雍字 少了下面一横 纸呢就是雍正的正字 上面少了一魂 也就是说要把雍正 头砍掉脚砍掉 这还了得 于是这位扎氏庭呢 就被雍正皇帝逮捕入狱 死了之后呢 还要鞭尸 而这位江南的大辱扎先生呢 正是后来逃去香港的 金雍先生的祖先 因为金雍先生也姓扎 但事实上呢 这些都是中国的读书人们 创造发明出来的 谣言和故事 反而真实的历史呢 并不被人所知 真实的历史呢 是这位查士廷 查大人是礼部尚书 他是跟着龙科多 而龙科多呢 是雍正皇帝的舅舅 在雍正的早期呢 全新一时 朝廷中大部分官员呢 都成了他的一党 龙科多呢 还和其他的王爷啊 贝勒爷啊 有私底下结党 淫师之嫌 这样的盆党势力呢 当然不能被雍正皇帝所容 所以说最后呢 龙科多也被监禁 而跟随他的王公大臣 倒台的倒台 下狱的下狱 这些呢 被汉人 被儒家的人呢 说成了文字狱 李布侍郎扎斯廷呢 是作为龙科多的一个党羽 而被下狱的 根据考证呢 他在江西做主考官的时候 他并没有出过一个叫 唯名所指的考题 这些呢 像雪笛子一样 都是后期民间的各种故事 各种造谣 好了 这就是我们大概知道的一些 真实的历史 而真实的历史呢 当然不好玩 也不刺激 也没有功夫 也没有雍正皇帝 喜欢上了一个女四娘 半夜三更被 来自民间的侠女女四娘 把她的脑袋砍掉 也没有雍正皇帝 为了追求一个美女 跑到少林寺去出家当 俗家弟子 并且苦练少林宫 要闯过少林十八同仁镇 也没有雍正皇帝 搞了个粘杆处 弄出雪笛子 去捕杀天下的武林人士 为什么要捕杀这些天下的武林人士呢 因为这些武林高手们 帮雍正皇帝篡改遗诏 把传位于十四子 改为了传位于皇四子雍正 雍正当了皇帝 自然要掩盖这个秘密 于是把天下的武林高手 汇集在一起 开英雄大会 给他们下毒 这些人又跑到少林去了 有几位主要的武林高手 什么洪西官方思域 终于跑到了南方 这些故事都非常的精彩 而这些精彩的故事正是构成了 今后香港的功夫电影 最主要的故事情节 通过以上种种 其实我们不难看得出来 为什么华人容易相信各种阴谋 因为他们身在一个谣言的土壤之中 他们身在一个谎言的文化之中 好了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自由发声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